于是猴子便离开了道观 离开道观 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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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 但是猴子发现 其他的猴子都被牛魔王 牛魔王 被牛魔王给打败了 打败了 于是猴子便去找牛魔王打架 把牛魔王打败了 把牛魔王打败了 牛魔王只好叫猴子兄弟 从此以后猴子牛魔王和其他的猴子过上了吃吃喝喝的生活 吃吃喝喝喝吃吃喝喝的生活 知道有一天猴子喝多了 他睡着之后 睡着之后被黑白无常黑 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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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无常给带走了 带到了地府 在地府猴子看见了阎王 阎王说 你的寿命只有350年 现在350年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死了 猴子很困惑 便和阎王打了起来 很困惑 便和阎王打了起来 把阎王也给打败了 把阎王给打败了 他拿到了阎王的生死簿 生死簿 记载着生和死的书本 生和死的书本 他打开书本 一看 上面还真的写着猴子 猴子的寿命只有350年 猴子 看到这些内容以后 非常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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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把生死簿 生死簿的内容都给涂了 涂改之后 猴子又回到了 回到了 瀑布 继续和牛魔王 其他的猴子 过上了吃吃喝喝的生活 又过了很久 有一天 猴子发现 自己自己 没有一个冰器 冰器 没有冰器 自己没有一个冰器 牛魔王便告诉猴子 东海 东海 有一个龙王 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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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有很多的兵器 有兵器 很多 很多的兵器 于是猴子便找到了 龙王 找龙王 借兵器 龙王给了猴子 一把剑 猴子 猴子说 猴子说 不好 龙王给了猴子 一把枪 一把枪 猴子 猴子说 不好 龙王只能告诉猴子 猴子说不好 有一个宝物 有一个宝物 6.73吨 6.73吨 吨 吨 如果 如果你能举得起来 能举得起来 那么宝物就是你的了 猴子 猴子 回答 没问题 于是猴子和龙王来到了宝物面前 宝物 又大 又大 又高 猴子 猴子 心想 要是宝物能变小 变短 就好了 宝物 宝物 似乎听到了 猴子的 想法 想法 真的 变小 变小 变短了 猴子 拿起了 这个宝物 拿起了宝物 耍了起来 耍了起来 这一耍 的威力 又冲上了天空 冲上了天空 把宫殿 又正的 左右 摇晃 左右 摇晃 宫殿里的 玉地 又问大臣们 又问大臣们 下面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大臣们回答 是个猴子 又是五百年前的猴子 又是那个猴子 第一 又说 那大臣们 大臣们 你们下去把猴子给抓上来 抓猴子上来 其中一位大臣 其中一位大臣 说 与其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 不如 不如 请猴子 请猴子 上来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猴子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预定 说 说 说 可以 于是 就派 大臣 下去 找猴子 找猴子 大臣 看到了 看到了 猴子后 说 说 寄帝 请 您 请您 上去 上去 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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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一听 开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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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就跟着大臣 跟着大臣 一起 到了 天上去 玉帝 给了猴子 一个 养马的 养马的 官职 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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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官职 猴子 在天上 在天上 养马 的一段时间后 有一个大臣 又一个大臣 告诉猴子 告诉猴子 养马 的官职 是一个很小很小 很小的官职 猴子 一听 又气坏了 又气坏了 他回到了瀑布 回到了瀑布 其他的猴子 听到 猴子 到天上去 只是做一个养马的 小 官职 便告诉猴子 告诉猴子 告诉猴子 如果猴子 继续待在瀑布 那么猴子 可以叫自己 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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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天 大 盛 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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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 大 盛 御地 每天 听到 猴子 离开了 天宫 回到了瀑布 并且 叫自己 叫自己 祈 天 大盛后 也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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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臣们 去抓猴子 去抓猴子 这一位大臣又说 玉帝 又说 玉帝 与其使用体力 去抓 去抓 还不如 让猴子继续上天 上天来 做起天大圣 玉帝又同意了 于是玉帝又派大臣 到了瀑布 告诉猴子 告诉猴子 玉帝 请大圣 上天 做起天大圣 猴子听到 自己能上天 做起天大圣 又开心的不得了 又开心的不得了 又跟着 大臣 上天 上天 做了起天大圣 大圣 跟着大臣 上天之后 上天之后 做了起天大圣 但是他每天跟着大臣们 吃吃吃喝喝 吃吃吃喝喝 吃吃吃吃喝喝 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做 预定 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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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后 便让猴子 去管理 桃园 桃园 舒逸 糖 芒 淘 管理桃子 大圣便到了桃园 桃园的管家 管家 告诉大圣 桃园总共有三千六百颗 三千六百颗桃树 前 一千两百颗 前一千两百颗 需要三千年 需要三千年 长桃子 长桃子 人吃的桃子后 能够身体健康 中间 中间的一千两百颗 需要六千年才能成熟 六千年 人吃了 不会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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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一千两百颗 一千两百颗 需要九千年才能成熟 人吃了以后 和天地一样的长寿 天地一样的长寿 猴子听到 听到 这个事情后 告诉管家 告诉管家 我想要睡觉了 你可以走了 想要睡觉 那你可以走了 走吧 于是管家便离开了桃园 大圣在管家离开后 开始吃桃树上的桃子 每个桃子 每个桃子 他只吃一口 就丢了一口 就在他吃桃子的时候 在他吃桃子的时候 来了一群仙女 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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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都带着一个篮子 拦着一个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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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女是来摘桃子的 摘桃子的 大圣便问 仙女 问 为什么 为什么要摘桃子呢 要摘桃子呢 仙女 回答 仙女 回答 天空中 要开派对了 要开party 大圣又问 大圣又问 那party 有谁去呢 仙女们回答 邀请了 所有的大圣 但是就是没有邀请 大圣 邀请了所有的大圣 去 但是就是没有邀请大圣 大圣一听 十分的生气 十分的生气 于是他赶在众人之前 他赶在众人之前 到了派对上 到了派对上 把派对上的吃的 都吃光 把派对上的酒 把派对上的酒也喝光了 吃光 冷吃的 喝完了酒之后 大圣带着桃子 带着桃子 又回到了 又回到了瀑布 瀑布 玉帝发现自己的桃子都被摘光了 派对也被毁了 非常的生气 生气 他直接派大圣到了瀑布 到瀑布去 到瀑布去 和猴子 打了起来 大圣 和猴子 打了起来 猴子 把三名大圣 三名大圣 都打倒了 都打倒了 第四名大圣 第四名大圣 终于 抓住了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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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猴子 带上了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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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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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砍猴子的时候 大刀却裂了 大刀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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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提 拿火 拿火 火 拿火去烧猴子 去烧猴子 于是猴子就被关到了一个八卦炉里 一个八卦炉里烧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 到了四十九天的时候 猴子 居然 从 八卦炉里 蹦了出来 蹦了出来 原来猴子竟然没有死 反倒是练就了火眼金金 火眼 火 火 火 眼 金金 被火眼金金照到的人 都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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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从炉里出来之后 便开始大闹天宫 大闹 大闹天宫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好